欢迎收看关闻什么事 我是主持人许竹心 今天邀请到机关署署长庄仁祥 国内疫情逐渐趋缓 新冠肺炎也确定在5月1号开始 降级到第四类罚定传染病 不过就在民众准备正式跟口罩道别时 喉豆病毒却接踵而来 究竟防治喉豆有哪些重点 庄仁祥也首度在节目中透露 喉豆疫情的关键期 而面对在野党之一公费流感疫苗采购 是为了高端量身打造 庄仁祥更是亲上虎线澄清 一一接招回应 更多辛辣提问 关我什么事通通说给你听 那上个礼拜的时候 机关署的记者会有在特别提到说 我们现在喉豆的疫情 有一点点好像越来越多的趋势 当上周是15年 那这周是不是会更多 跟上周增加的数字差不多啦 那只是说目前我个人估计 如果说以到7天前的这个RT值 目前大概1.1左右啦 应该在4月8号左右那时候是高 RT值比较高 有到2.7 2.8 目前有稍微的下降 我们目前一直在宣导这个喉豆 喉豆的一个疫苗接种 鼓励他们出来检验 那这个部分应该 当然各样会持续的增加 只是 当然这个整个疫情 疫情应该在打了疫苗一段时间之后 会慢慢的下来 你觉得说打喉豆疫苗 在喉豆潜伏期 其实最常可以到三周嘛 那这个有没有一些 比如说潜伏期之间 可能更扩大传染的问题 主要喉豆这么困难的 就是防治的部分 第一个当然是它的潜伏期 有到刚刚你说到21天 那所以再加上说 这主要是性行为的接触为主 然后它这个一些典型的症状 也不是很明显 所以通常就是会刚开始发病的 就是发烧啊 然后有一些 比如说淋巴肿大等等 发到一到三天之后 才会有皮肤的症状 比如说有皮疹啊 水泡 笼泡等等 那有时候这个生殖器官那边 也会有发生这样 类似这样的状况 如果有发现 类似这样的一些症状 那要立刻就医啦 那第一个就是说要告诉医师 有没有旅游时 去国外旅游 然后第二个 有没有一些高风险暴露的一些状况 那还有把你身上 大概有哪些病灶 都跟医师来说明 那让他比较容易去帮你诊断 因为他这个疾病 水泡 皮疹很容易跟 比如说水痘 麻疹 这个不太容易区分 所以这个部分是需要一些 就是你必须要诚实的 跟医师告诉说 哪些病灶那状况怎么样 猴头这个传播主要是跟性行为 性接触比较有关系 那这会不会 是不是让这个我们在疫调的过程 甚至病患就医的这个意愿度 会可能不高 然后导致可能疫情会比较有扩散的这种问题 我们针对这个 卫教宣导的方式 事实上除了一些比较正规的事 比如说 透过脸书啦 IG 或是说那方面去传播 我们还会透过交友软体的方式 去传播这些讯息 那因为很多他们这个接触的对象 可能都不知道他们在哪个地址姓名 所以我们要透过一些特别的方式 来去做卫教 在整个防治它跟COVID-19其实不一样 COVID-19我们以前前期是需要去做 很详细的疫调 可是像我们目前这个Omicron的时代 那已经传染力那么高 说明也不做疫调了 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一个做法 那头痘的这个部分 就像刚刚说的就是 其实它就是因为这个性接触的一个传染 我们不太可能去针对每个个案去追 追说它的接触者 因为它前部期很长 所以当你追到的时候 可能它也没有办法做什么事情 所以这应该是不同的一个做法 如果你过去六个月有不安全的性行为的话 那可以透过预防接种的一个 线上的一个系统来做预约 那目前就是我们已经进来了 一万一千多剂 那也已经施打了一万三千多人 超过一万三千多人 那另外因为它一剂可以打三剂 一剂可以打三剂的比内的注射 所以目前今天刚好那三万名的预约接种的民众 也都额满了 所以希望说在五月中之前 把这所有的三万人 有预约的都打完之后 应该就会形成一定的保护力 六月以后 整个疫情的 就是说不会甚至就会降低 这我觉得立刻就会 大致上就会有一些效果出来 那三万人次的这个猴头营养都已经预约完了 那我们之后还会 机关署还会不会再 额外再加买更多的猴头营养 对 我们预计在五月中旬左右 会再进一批两万剂 两万剂 那这个可能还可以再打六万人 那这个部分 就包括先前的这三万人 可能要打第二剂啦 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相关的人员 如果他还要打 或是一些医护人员要打的话 那这个部分就是那两万剂 还可以再来贡献 机关署在上周已经宣布就是说 我们今年流感疫苗的采购有四家 国光一样 国光生技 然后台湾东亚 赛诺飞 然后最后一家也是高端公司这样子 那可是还是有很多 比如说在党或是一些质疑的声音是说 为什么又给高端 机关署要怎么回应 就是说高端的这个疑虑这样子 应该是说我们过去啊 就是在做流感疫苗的招标 一向都是公平公开的在处理啦 如果说这一次我们有量身打造 为高端来做招标的话 那它的评分就 我们这次是采最有力标 那有四家早上来标 那它应该会是第一名 而不是第四名 像以前的流感疫苗招标 去年啊 我们事实上是用最低的看价格标 最低的价格 每一家的厂商 他们事实上的特性都不太一样 像它有几种特性 第一个是它有鸡蛋的培养的一个疫苗 那还有是细胞培养的疫苗 有些这个疫苗 那它的适用的年龄不一样 比如说国光跟这个高端 他们都是要三岁以上 那另外两家 六个月以上 国光它也不可能全部都吃下来 因为它这样子的话 它会有三岁以下的没办法打 那再来就是说 有些疫苗它事实上是 在我们台湾全程产制的 比如说国光疫苗 那有些是进口原液 那在台湾是分装 那这就是高端 那另外两个塞诺菲跟东洋 那他们则是整个原装进口进来卖的 那另外一个是说 它价格也不一样 从236块到242块 每一家的价格不一样 还有最后一个是 他们供应量不一样 那可以提供的是100万剂到 这个450万剂都不可 所以就变成说我们如果直接用 跟以前一样的价格标去做的话 第一名应该是塞诺菲 第二名就会变成高端 那国光就会落到第三名 所以等于是说我们用最有力标 就是去考量了刚刚不同的这些指标 比如说厂商的履约能力 供应量 还有这个不同的一个疫苗 还有这个它额外可以提供多少疫苗的这些方式 他们提供这个疫苗的计划 送到我们的疾管署来 那由专家去做检查 那经过他们去评估 这几家这个厂商到底的分数怎么样 那最后停出一个公正的停出一个分数出来 所以出来结果变成是国光是第一名 它可以占50%的提供的量 那第二名是塞诺菲 第三名是东洋 第四名才是高端 整个结果事实上也非常的透明 就是也让这个之前说我们是特地量身 为这个高端量身打造 这其实是不实的谣言 高端前一阵子有发表说 他们的肠病毒71型的这个也拿到药证 说你可不可以先跟我们讲一下 肠病毒71型它的威胁在哪里 那我们之后会不会再采购 就是肠病毒71型的这个疫苗 主要肠病毒71型是从1998年 那时候台湾有一个大流行 那时候我记得造成70几位小孩子死亡 后来的疫情就越来越低了啦 肠病毒它的血清型 有将近70种 肠病毒71型是算是它的严重性最高的 肠病毒71型事实上就是因为它造成的 后遗症比较严重啦 所以才会有厂商愿意去把它开发出来 我们事实上是根据传染病防治法27条 那规定啊就是说我们如果有要用疫苗基金来采购这个新的疫苗的话 那我们必须要先将这些新的这个疫苗送到我们的ACIP文会 请他们根据疫苗的这个效果啦还有成本效益方面去做评估 根据传染病防治法27条的规定也就是说如果委员会这边通过的话 那才能在次年编列预算 所以意思是说最快的最快最快我们今年ACIP开完会以后 如果委员们都同意的话也只能明年去编列这样子 我们最近几年事实上大多数都不是EV71是主要流行的 所以这个部分在成本效益评估上面还需要做出对EV71有利的这个方式 我们还需要再做进一步的评估 后疫情时代我们面对这些对我们说常规的疫情的话 我们有没有从COVID里面学到一些什么可以去应对对付这样 COVID-19的疫情其实都用的都是我们以前的旧招啦 从以前到现在肠病毒在还没有疫苗一直都没有疫苗 它也没有很好的药物治疗也没有特别的药物治疗 所以我们一直是靠的就是卫教宣导 那还有就是告诉爸爸妈妈还有医疗照护者 什么样状况的小孩子必须要赶快送到这个我们所谓的专责医院去照顾 那另外我们也每一年会编一笔计划的钱给地方政府 那地方政府卫生局他们就会去学校啦 做宣导民众要勤洗手啦 还有不是有很多小孩子在悠滑地那些玩具的设施 那他们也会去定期去做这个消毒 地方政府他们会督导相关的这些游乐设施的那些厂组啦 比如说某一个游乐设施他们有很多玩具嘛 那他们会请他们提出说 他们要有没有定期的消毒的一个计划 那他们可以去查核 虽然近年来我们没有这个疫苗也没有药物 但是我们肠病毒的疫情事实上都算是蛮低的 流感部分其实是这样子 它每一年也是从12月到历年的这个3月 通常会有一波啦 但是我们每一年都会透过所谓的公佩抗病毒药物 这个部分会提供给民众扩大使用 我们最近也在咨询专家 下个月有可能还会再持续 肠病毒流感跟COVID-19都是一样 就是只要有类似这样的重症的前兆 就要赶快去就医 然后由医院来做特别的一个处置 感谢您收看本集的关我什么事 我们将持续邀请部会首长 县市首长还有话题政治人物 来和我们聊聊从政大小事 如果你有特别喜欢的政治人物 也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们 关我什么事 我们下次再会